那我们当然Judget's Marvill 刚刚直接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Judget's Marvill本来是Fall回键输出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要改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会有三个地方可能要改吧 第一个是 那个上 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要改Fall Fall有哪个条件呢 当那个I的值要小 进度回键是小于10吧 OK就是1,2,3,4,5,6,7,8,9可以进去 10就不行了 因为它等于了嘛 那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刚刚的逻辑改一下 其实就三个地方 一样的逻辑把它改成Fall回键 所以E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Fall回键的上面加一个什么 加I等于E出十词 第二个呢 它的条件Fall I小于10 这应该没问题吧 可能最重要可能会做错的 就是它的不进值 OK一定要放在这个Fall回键这个里面 I加等于E 不过呢 有些同学对于那个I加等于E 如果以前你没有学过那个像Java 或者是其他语言 你可能不习惯了 其实你也可以改写成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写成类似那个 那个VBA里面写法是I等于I加1 其实也可以啊 我记得好像这样跑他也不会有错 只是说理解上你可能会比较亲切一点 OK 那至于说哪一种方法好 我是觉得程式就是自己要看的 就是看的懂为前提 而且他写的顺手 你不要写一个 写一个别人的方法 其实真的只是强气而已 有的时候真的 程式最好是用你自己的逻辑想出来的 那个才是你的东西 那我的习惯是 我都是用自己想到的方法写出来的 那就是我的东西 也不会忘记啦 反正下一次写还是这样写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写 这个地方并不一定说只能这样写 你说有什么差别的 可能执行效率好像听说会比较慢一点点 可能慢个百万分之一秒 有差吗 没差 OK 所以其实 程式真的是写 写愉快为重要 你不要写一个自己看了都觉得看不懂的东西 那不是好程式 那另外的话 也许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下注解 注解我讲过 你可以在每一行的前面 比如说这个是初始词 这边可以加一个什么 这个请字号就是你的 其实跟VBA一样 VBA是单引号开头 这边是那个前 这个请字号开头 就是表示是注解 那你可以 这边也许你可以打一些 那个你自己习惯以前的写法 比如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那个 这个是初始词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初始词 你可以这样子 OK 那打在前面 不过 它的颜色是灰色的啦 OK 然后 底下的话 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哦 刚刚有同学是把这个J 把它放在上面 比如说 这个J如果你把它写在 像什么 I等于1 然后J也等于1 如果你写在这里的话 它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变成 当然这个地方还就跑 我把这一行杠掉 Ctrl加斜线就注解 这一行暂时不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它的结果会只有跑一次而已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如果把它跑写在上面的话 它的值就变成说 加了之后呢 它会变成加到10了嘛 那10之后的话 你下一次又进到这里之后 那个值不会从1开始 不会从1开始的话呢 那变成说它以后呢 就不会再往往这个回圈里面走了 就会跳过跳过跳过 那最后的话只会跑第一次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什么呢 让它的初值呢 又从1开始 所以建议啦 如果你要初值的话 建议写在画有的上面 那就保证不会错 你不要把它写在上面哦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因为刚刚同学有问到这个啦 就是说初始值可不可以全部写上面 当然是不行的 因为呢 它只会跑第一次 第二次的话 它又不会从1开始 因为我们要判断它 每一次每一次输出嘛 它这个值如果写在上面 它就是不会又把它从1开始 又必须把它归零 从1开始才OK哦 所以你如果把它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这样子输出就不会有问题 我改的原则就刚刚讲了 所以这个揪着神法表部分呢 请各位呢 也试着把它改改看 OK 那其他像那个三角形正向反向 那个也大概差不多的概念 OK 试着改改看哦 那以后反正看到4回圈 你全部都可以试着改改 那坏回圈啦 两者其实是基本上可以相通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可以相通 为什么要两个 哦 所以像这样哦 像我的习惯 那我就尽量写4回圈就好了 除非哦 那个回圈是强调的是什么逻辑哦 后面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需要的是一个无穷 回圈的话 那我就是用坏 所以有的时候啦 但不是说他给你两个回圈 不是说你两个都一定要全部到用 用到彻底啦 你用其中一个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以基本上像我写程式 我都习惯用4回圈 除非不得已 才用坏回圈 OK 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写是写得出来 没有问题 程式是弄得出来 没有bug 就是好程式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prong 那这个prong 这边的话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 请输入一个整数 我先demo一下 这个请输入一个整数的话 那我就输入啦 那直数应该有概念吧 就是除了1 和字棋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的数整除的话 那就是一个直数了 OK 应该知道吧 比如说1 除了1不算 3 4可以被2整除 那就不是直数了 5 除了1跟5 那就是5也是直数 6可以被2跟3整除 对不对 所以6也不是直数了 7是不是 7也是 8 8不是 应该知道 什么是直数了吧 OK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 假如要设计出一个题目 请输入直数 好 那请你把上面的程式写出来 OK 那这个就是逻辑 可能会需要一个input 那再加一个维圈 加一个逻辑 就可以把结果设计出来 程式没几行啦 有没有 加起来就这么几行而已 那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67 是不是 不知道 不过让他去跑跑看嘛 所以呢我可以input给他 然后input呢 特别说 input进去的话 会是一个字串 所以他会是什么 他会把67 虽然你看到是数字哦 他会把67 变成一个字串 放到这个变数 所以我要怎么样 因为我后面要做逻辑判断 需要把它再转回整数 所以前面的话 加一个int 特别说input 是可以让使用者输入一些资料 但是呢 输入进去的话 会是一个字串 ok 所以你特别注意哦 输入之后 那我enter之后他会告诉我 诶 这个数字是一个直数 ok 反之的话 当然我们这边执行 62 62 看就知道不是 因为可以被2整出 所以不是一个直数 诶 那程式该如何run呢 基本上 首先第一个 我要能够让他请输入一个整数 冒号 那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input 所以以后 你要在python里面设计一些东西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input 这个有点像vba里面input box 输入的话 它是一个字串 那因为我们后面会做逻辑判断 所以需要什么呢 需要就是再把它转int 再放在这个pront的 这个变数里面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 除了e跟自己本身以外 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 所以整除的话 你要想到 有没有 刚刚不是person 对不对 person不是就是求余数吗 整除的话就是 除以多少之后 能将余数为0 余数为0就是整除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后面的话就是for i in range 那e不算 因为e一定会整除 那我们从2开始 到自己 自己也会整除 所以自己跳过 所以这边就放一个pront 它就会到 它的数字的前面一个数字 所以2到自己的前面一个数字 当成一个range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整除 所以后面的话呢 如果能整除的话怎么写 如果这个pront 能够除以i之后 能够它的结果余数为0 特别说person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 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是什么 能够被其他数整除 它就不是一个 就不是了 OK 所以不是的话 我们就怎么叙述呢 这里下的话printer很简单 这个数字不是一个直数 OK 那反之啦 等它跑跑跑跑跑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那都没有被整除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再去底下叙述一个什么 叙述一个 这个数字 它就是一个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多加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因为你程式跑到这边来 它不是一个直数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程式没有离开的话 它会变成又继续跑这个 会变成跑两行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如果输入 假设没有一个 跳离的这个层 六二对不对 它会输出什么 它不是一个直数 它不是一个 它又是一个直数 那这什么东西啊 OK 所以这层是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如果整除的话 它会跳了 所以它变成 它能够被两个数字整除 所以它跑两次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之后呢 我就要让它强制离开 就是跟那个VBA里面叫 It is sub 有没有 跳出这个sub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我们就是有两个方法 你可以引用什么 引用一个 就是OS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It is 那特别注意 这个OS的套件 是要额外去把它input进来 OS里面有蛮多东西的 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引用OS的话 因为它并不是内建在我们 这个python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外部呼架的话 那你就要input input什么呢 特别说 你其实input就一定要打在最上面 input 其实你会蛮好 Eclyph还蛮棒的一点 就是它都会打一个字 自动出现input 空一格 打一个OS就好了 OK 那OS顾名之一啦 就是 Application System吧 就是作业系统里面的操作 后面还会用到 比如说 要找到一些 系统的档案啊 路径啊 这些东西都会用到OS 其实我在云端上有放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里面呢 有一个叫强制离开的 离开的话就是一个底线 加一个exist 这边 那你可以exist ok 那后面有个status status 就是你要不要回传一些东西啊 如果不要就给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到这边 已经找到它不是一个直数 就强制离开 不会跑下面这个 ok 因为我原来本来没有写这个啦 我之前的写法 我有放在云端上 没有用OS很麻烦 后来加这个 反而我觉得程式变简单一些了 ok 所以再来的话呢 就是直接呢 执行 那这样子它到这边 就不会再执行下一行 所以我刚刚那个62 直接输入62 enter 刚刚会不是直数 那就它会到这里就停掉了 到这里停掉了 就不会再执行下面了 那个效果有点像那个break 不过这里的话呢 用break 没办法用到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特别主要 我要强制离开 它break 如果你这边讲 你说 老师我用break可不可以 那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用break 它只是break 跳离这个回圈 但是它还是会执行这一行 好break 特别说 你这边如果加一个break的话 其实呢 有那个效果 但是它会 还是跳离这个回圈 还是会执行这一行 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用什么 整个离开才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如果要做一个 所谓的那个 判断是否为直处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要学会input input input 进来东西一定是一个字串 转型一下 再去 另外就是说能不能被整除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再来就是os 以后呢 其实python里面有蛮多东西 是外部呼叫的 你要从外面把它外挂进来 它才有那个效果 你会想说老师那为什么 他不干脆全部都汇入进来就好了 很简单嘛 就像说 一个人啊 总不可能身上背着很多东西 他跑得快嘛 但是跑不快啊 所以要让他跑得快 还是尽量需要的时候 你总不可能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包包 背在身上嘛 对不对不可能啦 你会什么 需要的时候再背就好了 ok 所以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挂进来 就ok了 像我们那本 就是参考用书好了 它里面也有用到一些 就是除了安装python之外 它也装了一堆东西 那我之所以不用那个方法 是因为它全部都帮你装了 那意思就是说它装完之后 那档案非常的庞大 好几GB 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刚开始还用不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最轻便的 直接装个python就好了 ok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试着装装看 我就觉得装那些东西好像 目前来说 你们只是浪费空间而已 那我尽量就是 装我们需要用到的 额外如果将来会用到 再额外安装就好了 其实也不会太不方便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如果要判断是否为直处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一题